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继续我们第七课 串口通信实验的学习 在上一节课呢 我们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串口的理论基础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 我们这个串口收发代码的实现 分析以及演示 首先呢要给大家讲我们这个 串口发送代码的实现 以及分析 我们第一个知识点的 第一个内容呢 就想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CMSIS这个串口酷含数的 一个实现 好我们首先 我们要把这个串口 这个酷含数啊加入到我们这个代码里面 那么我们就在 这个CMSIS的 这个酷里面的在device下面 我们选择 stm32 cube hl 然后呢我们 加入我们的这个 uart 这个代码 大家看这个代码我这已经添加 添加好了 然后呢 这有个说明 就是一个通用的 异步收发器的一个 硬件相关的一个驱动 还有一个usart呢 是一个通用的 异步同步的收发器的一个驱动 然后我们这里面呢 然后我们这里面呢 要对我们这个 232 要把 要对这个usb转 232的这个创口器 变成了就要 加入这个uart的 这个驱动 也把这个 给勾选 勾选以后呢 这个包管理器 如果发现还有其他没有加入的 一些驱动 它会 进行一个提示 然后我们直接点这个resort 就可以自动把这些 相关的一些驱动 加入进去 然后就ok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cmsis下面这个 窜口库函数的这个代码 好 把这个 也就是这个文件 stm32f4xxhllurt.c 这个文件 好 首先呢 是这个文件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信息 然后呢 这个内容给大家讲了 如何来使用这个驱动 首先呢 给大家讲了 这个驱动呢 它声明了一个叫 uart hiddle type define 也就是它的一个 uart的一个 巨柄的一个 内型的一个定义 对于这个定义呢 我们要了解它这个结构体 它里面的一些内容 因为我们将会使用到 这个定义 然后呢 就讲了 我们 出低级的一个 初始化 比如说 它就说 首先讲了 我们如果 要对这个 uart 进行一个低级的 速度化 那么 就要 调用这个函数 uart hll uart msp iit 这个msp 什么意思呢 msp 就是mcu support package 也是我们的 mcu版级的 知识包 在这个函数里面呢 可以做这些事情 首先就要使能这个uart 这个x呢代表是某一个串口 之前的小集给大家讲了 我们总共会有三个串口 首先呢就是使能这个uartx的 接口的时钟 然后呢 就对它这个管角啊 进行一个配置 这个配置呢 首先要使能我们这个相对应的 这个管角的时钟 然后呢 就要对这个管者第二功能 进行一个配置 并且要配置它的一个上拉下拉 接着呢 就是如果你需要使用这个中段的话呢 就要对这个nyc控制器 进行一个配置 并且呢 它给大家讲了我们 要使用中段的话 要调用哪些函数 比如说如果我要使用发中段呢 就要使用这个hluart transmitit 如果是收中段呢 就是这个函数 然后呢 配置中段呢 就需要配置这两个选项 一个是我们的这个 某一个串口的一个中段的优先级 然后就要使能我们这个对应的这个中段 然后呢 如果你要使用这个DMA的话 那么还需要对这个DMA 进行一个配置 然后这个呢 就是对DMA的一个配置过程 这个同学们能下来 自己来看一下啊 然后呢 需要我们来对这个波特律 自长停止位 校验位 以及我们的流控制 硬件流控制 和我们这个收发模式 进行一个 初始化结构体的一个配置 这些概念呢 我们在上一小集 给大家留了个作业啊 希望大家能够去了解一下 我们这些 所谓的波特律 自长停止位 校验位 流控制 这些概念 我们这里面呢 对这些东西呢 就不给大家做一个过多的讲解 希望下来 大家下来呢 能够自行的去了解一下 然后呢 如果是这个URT的一个异步模式 那么就要初始化 URT的一个基存器 而且它给大家讲了 我们需要使用这个函数 来进行一个初始化 如果是一个半双工的模式呢 就要使用这个 HLHALF DUPLEX INIIT 这个函数进行初始化 如果是个LIN模式呢 就要使用这个函数进行初始化 好 这些内容呢 就是对它的一个 URT的一个初始化 大家下来呢 自行来看一下 如果对这个相关的一些概念 不是很清楚的话呢 可以看我们的编程手册 对串口那一章的描述 比如说这个ANIN LIN是什么意思 还有如果是一个多处理器的一个 串口编程呢 那么就需要使用这个 多处理器的一个初始化函数 然后这儿呢 给大家讲了 我们如何来使能 这个串口的一个中断 并且呢 如何来禁止这个串口的一个中断 要调用这个红定义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儿呢 对我们这些串口的 相关的一些函数呢 又进行了一个说明 比如说 我们这个IO操作 中断模式的一个IO操作 这儿呢 就给大家讲了一下 我们这个中断模式IO操作的 需要调用的一些函数 比如说 如果我要使用我们这个 收中断的话 那么我们就需要调用 HAL URT 对C5 IT这个函数 好 然后这儿还有其他的一些函数的 一些说明 希望那个大家呢 下来自行的 来看一下 比如说像这个HAL URT ARCOBANK 这个函数呢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串口 的这个中断里面呢 传输中呢 如果发生了错误 那么就会使用这个回调函数 我们可以 这个回调函数呢 大家注意一下 它是一个弱定义的 在我们的这个库里面呢 它只是 它什么都没有做 然后呢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定义 并且呢 可以对它的内容呢 可以重新重写这个函数 比如说我们如果发生了串口错误 我们可以点个灯 或者呢 通过串口输出 出出一些错误信息都可以 好 然后像这个 讲了我们这个DMA模式的一个IO操作 好 这些内容呢 这个希望大家下来呢 自己来看一下 它都是都有说明的 对这些函数呢 如何使用呢 它都有一个说明的 然后呢 这给大家讲了我们的一个 AURT HAL 驱动的一个红定义的一个列表 好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初始化和配置的这个函数 然后呢 这个内容呢 就给大家讲了 我们这个初始化 我们需要配置哪些内容 这些内容都讲的比较清楚了 这个需要大家下来 自己来把它好好看一下 我们初始化呢 我们就要调用这个HULTIIT这个函数 因为我们是用的这个逸步模式的这么一个窗口 好 我们首先呢 我们需要关注一下我们这个结构体的一个定义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构体啊 在这个结构体里面呢 大家看啊 定义了这么多的一个变量 首先大家的第一个变量呢 就是我们这个URT URT寄存器的一个基地值 那么这个基地值呢 实际上我们这个 我们的这个CMSS库呢 已经为我们定义好了 这个一会儿呢 我们再给大家讲解我们这个初始化的时候呢 会具体给大家讲到啊 然后呢 对于这个参数 这个IIT这个参数 就有个说明啊 就是URT的一个通信的一些参数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数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参数里面呢 就定义了它的波特律 自长 停止位 消炎位 模式 以及呢 硬件流控制 好 然后我们 对要对这个窗口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初始化呢 实际上呢 主要就是对这个结构体的这些参数进行一个初始化 好 然后在后续的这些参数呢 主要就是它的一些收发的一些缓存区的一些指针 以及它的一些自长 我们收发的一些字节的一些长度 还有我们这个如果要使用DMA呢 就是对DMA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具品的一些定义 以及它的一个状态和出物码 对这个函数的一个具体实现呢 我这里面呢 就不给大家做一个过多的讲解 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能够参考我们的这个STM32F407的编程手册 然后对应我们这些 它的这些寄存器的一些说明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函数 它具体是如何实现的 我们这里的关注点呢 就是要知道我们如何来使用这个函数 好 然后就是我们这个半双公的一个初始化 对这个半双公的初始化呢 因为我们没有用到这个半双公的一个编程 因此呢 这个需要同学们呢 下来有兴趣的话 自行了解一下这个函数 然后呢 就是我们这个LIN的初始化 以及我们这个 如果要使用这个多处理器呢 就多处理器的一个初始化 这个呢 也需要同学们 大家下来 自己来看一下 然后就是我们这个 串口的一个 MSP IIT这个函数 大家看这个函数 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做 我们一会儿呢 会对这个函数进行一个 重新的一个编写 然后呢 在这个函数里面实现我们这个 时钟 以及这个IO的 还有中断的一个初始化 这是它的一个反初始化 然后呢 就是我们这个IO的一些 操作的一些函数啊 在这个函数里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主要给大家提供了 比如说块模式一个操作 这个就是没有使用中断 那么就要使用这个 如果是发呢 就要使用这个HLURT Transmit 如果是收呢 就使用HLURT Reserve 然后这个呢 它是一个 No blocking 也就是一个 没有使用块模式的一个 中断的一个 编程的一个函数 如果我们要使用这个 发呢 我们并且要使用 在我们使用收中断的 那我们就要使用这个HLURT Reserve IT这个函数 在我们使用收中断 要准备使用收中断之前呢 就需要调用这个函数 在我们成功的 提出到数据以后呢 我们 在下一次中断 还没开始之前呢 还是每次都需要调用这个函数 来对我们这个中断 进行一个重置 好 这是 如果是DMA 我们怎么调用 然后呢 这是一些回调函数 比如说这个函数啊 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个函数呢 就是如果我们 成功的接收到数据以后 它会 调用这个函数进行一个回调 我们可以在这个回调函数里面呢 进行一些标志位的一些滞位 以及 进行一个点灯 来说明我们这个数据 已经被成功的接收到了 这个呢 刚才给大家讲过啊 一个错误 如果说到错误信息的 一个回调函数 好 我们这个CMSIS呢 这个 这个库呢 我们就 跟大家一起 看到这儿 大家下来如果有兴趣呢 可以把这些 收发代码呀 还这些 比如说要使用中断的 这些 这些收发代码啊 大家 来看一下 可以 更加深入的 去了解一下我们 这个 库函数 是如何来实现 这些收发操作的 好 下面呢 就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这个 具体的一个 代码 首先呢 就是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这个代码的一个流程 其实代码的流程呢 它第一步 还是一个初始化 第一步还是一个初始化 那么 我们要初始化一些什么东西呢 实际上呢 我们这个 对串口的编程啊 还是有对这个IO的一个编程 因为我们这个串口的收发呢 都是使用的是 IO来具体操作的 所以说呢 第一步呢 就是要以初始化IO 在这个初始化IO里面呢 我们就需要配置它的一个时钟 配置IO的时钟 配置时钟 并且呢 要对这个IO的一些 具体的一些模式 进行一个初始化 然后呢 就是初始化我们的 我们的串口控制器 在这个初始化IO完成以后呢 我们还要把这个 如果我们要使用中断的话 我们还要初始化这个NYC的一个控制器 实际上呢 就是对这个 中断进行一个优先级的一个配置 以及呢 使能我们的这个中断 好 然后就是要初始化我们的这个 串口控制器 在初始化完成以后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 我们的这些 收发的这些函数 来做一个 具体的一个收发的一个操作 如果我们要使用中断呢 实际上这个流程呢 跟我们上一期节课给大家讲 我们这个IO外部中断的流程是一样的 也是需要对我们这个中断的一个控制器 进行一个配置和初始化 并且呢 要实现我们这个中断浮力程 好 这个在我们这个 串口接收代码的实验和分析的时候呢 会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讲解 好 我们讲这个发送代码的时候呢 没有使用中断 好 下面我们来一起来 看一下我们这个代码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实现 如果我们要使用中断呢 实际上这个流程呢 跟我们上一期节课给大家讲 我们这个IO外部中断的流程是一样的 也是需要对我们这个中断的一个控制器 进行一个配置和初始化 并且呢 要实现我们这个中断浮力程 好 这个在我们这个串口接收代码的实验和分析的时候呢 会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讲解 好 我们讲这个发送代码的时候呢 没有使用中断 好 好下面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代码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实现 好 首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主模块 在主模块里面呢 我们实现了我们的这个主函数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主函数的一个流程 首先就是我们初始化了我们这个HAL层 初始化这个HAL层呢 我们就可以调用我们这个HAL delay这个延时 然后呢 初始化我们这个点灯 因为我们没有使用按键 因此呢没有初始化按键 接着呢就是初始化串口 好 下面来具体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这个串口的初始化 好 串口的初始化呢 实际上就是对我们这个IO以及这个控制器的一个初始化 我们对这个IO的初始化呢 我们在这个HAL UART MSP IIT这个函数里面进行了一个重新的一个改写 把它在这个函数里面呢 对这个IO的时钟 以及呢具体的IO和中端控制器进行了一个初始化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实际上我们这个函数呢 就是在我们这个HAL UART IIT里面被调用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看 它实际上呢就是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在我们这个HAL UART IIT里面被调用了 因此呢 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这个UART这个驱动里面呢 我们就是在这个函数里面 实现了我们这个IO和时钟以及中端的一个初始化 好 下面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具体的一个初始化过程啊 首先就是使能了 我们需要使用的这个时钟 因为我们对这个串口的收发 它是使用的端口A的A9和A10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红定义啊 我们自己写的一个红定义 就是端口A的A9和A10 分别是它的一个收和它的一个发 好 然后实际上呢就是对这个GPUA的一个时钟做一个使能 然后呢 因为我们是用的UART I 因此呢我们又对UART I的一个时钟进行了一个使能 接着呢就是初始化我们的IO 这些过程呢之前都给大家讲过了 因此呢 就不再为大家重复讲解啊 这里面主要给大家讲两点 第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模式 MOD的初始化 还有AF7 USRT1 那么这个AF7 这个USRT1从哪来的呢 实际上呢 在我们这个芯片的参考手册里面 芯片的这个参考手册表7里面有个第二功能的一个印射表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来看一下 UART I它是定义在哪个地方的 实际上呢 我们的UART I呢 大家看啊 它是定义在我们这个功能7里面的 而且在我们这个有一个有一个说明啊 比如说每个功能呢 它对应的有一个说明 我们看UART I呢 就定义在功能7里面了 而我们的PA9和PA10呢 大家看一下分别就是对应的UART I的收和发 而且我们这里面呢 只用了我们收发两个管角 因此呢 我们就要把它定义成一个AF7URT1 然后呢 如果我们要使用这个中断的话呢 就需要初始化一个中断 这个中断呢 我们在第二个知识点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详解 好 对这个IO以及我们的时钟还有中断配置完成以后呢 我们就要对这个具体的一个URT的一个控制器 进行一个编程 好 我们我先把这个删掉啊 我把这个初始化的那种删掉 和大家一起来写一下这个URT控制器的一个初始化代码 实际上我们要对这个URT控制器进行一个编程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要初始化我们的URT这个 内型的一个巨饼 这个巨饼呢 实际上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URT的这个投文件里面呢 已经被定义了 好 下面呢 那我跟大家具体来写一下我们如何来初始化这个参数 好 这个参数呢 我已经定义好了 我把它定义成了一个外部变量 并且呢 是一个全局的一个外部变量 因为呢 我们这个变量我们在其他地方也要用到 比如说在我们这个中断里面啊 大家看在我们这个中断里面的这个中断操作里面呢 也需要用到我们的这个结构体 因此呢 我们把它定义成了一个外部的变量 外部全局变量 好 下面呢 一起来对这个结构体进行一个初始化 首先呢 我们就要初始化我们这个基地址 我们具体要对哪一个窜口 进行一个初始化 我们这个基地址呢 就是我们的instance 我们 我们使用的是窜口1 因此呢 我们要对 窜口1 进行初始化 好 这个窜口1呢 实际上它已经 cmss呢 已经给我们定义好了 就是定义在我们的 这个 stm3rf401xx里面啊 大家看这个基地址已经定义好了 因此呢 我们如果以后要对哪些 控制器进行编程呢 我们直接在这个stm3rf407里面查找 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 就是对我们这个窜口相关的一些 参数 进行一个配置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iit 首先呢 初始化我们的波特律 波特律呢 它是做一个输入参数传进来的 因此呢 我们直接就给它做一个复值 然后呢 就是初始化我们的一个停止位 stop bit 我们这个停止位呢 我们在哪定义的呢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 酷函数的投文件里面 穿口酷函数的投文件里面 已经给我们定义好了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 在这个位置 有停止位一位 或者是停止位两位 正面呢 我们使用的是停止位的 一位停止位 因此呢 我们直接把这个红第一拷贝过来 然后接着呢 就是初始化我们的 我们的硬件的流控制 好 我们的硬件流控制呢 我们也同样的参考我们这个图本件 我们使用的是 流控制 不使用流控 我们直接把这个 拷贝过来 其他的一配置呢 大家可以下来呢 自己来参考一下 在以后项目中呢 如果是需要一些不同的一配置呢 比如说DTS 或者是CTS的一些配置呢 那么大家可以使用不同的红定义 然后就是初始化我们的这个 宵燕 宵燕有机宵燕 偶宵燕 以及无宵燕 我们这里面呢 使用的是无宵燕 好 那么就是一个 无宵燕 同样的 把这个 拷贝过来 好 然后呢 就需要配置我们的 我们来配置我们的一个自长 自长 自长有八位和九位 我们还是从这个头文件里面找啊 我们这个自长 这有 URT WorldLens 我们使用的是八位自长 因此呢 我们就是需要把它配置成一个 八位的一个自长 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模式 这里面呢 我们既要做搜 又要做发 因此呢 我们的这个模式呢 就是使用的RX和TX 两种模式都要兼容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模式在哪 好 URT Mode 这 TXRX 我们把它拷贝过来 好 我们对这个 初始化的参数呢 就写完了 然后呢 就是我们要调用我们的HAL UART -IIT 这个函数 对我们的这个URT Info这个参数呢 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初始化 大家注意啊 这面要去要传一个指针 因此呢 我们就要去它的地址 好 这个初始化的这个整个流程呢 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这没有写 因为时间问题 我没有写这个注释啊 希望大家下来把自己把这个注释写一下 好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 初始化完成以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具体的使用我们这个 串口的收发函数了 好 在我们的这个 组 组程序里面呢 在我们的组函数里面呢 我们在这个始循环里面 我们就使用了我们这个 我们使用了我们printf 来对这个串口的数据呢 进行一个打印 但是我们知道printf呢 是我们这个 c c元里面的一个标准的一个 一个输出的一个函数 那么 它我们 如果直接去调用它的话呢 这个信息呢 肯定是不会输出到串口上的 那么我们如何 让我们这个printf的信息呢 能够直接通过我们这个串口1 来打印出来的 这也正好是我们给大家要讲的一个 小的一个小贴士啊 我们如何通过printf 来打印指定串口的输出信息 实际上呢 这又牵扯到我们这个printf 它内部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实现 好 这里呢 我不给大家讲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实现啊 大家下来呢 可以自己来百度一下 这里面呢 我们直接就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如果要通过这个printf呢 来打印我们的这个输出信息呢 那么我们就需要改写我们这个 fputc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大家应该 如果学过c语言啊 大家这也是一个标准的一个 c语言下的一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呢 实际上就是把一个 字 把一个字写入到一个文件里面去 好 因为这个文件呢 比如说对那个Ninux来说啊 我们这个文件操作呢 实际上也可以 就可以映射到不同的设备上 比如说可以映射到我们的屏幕上啊 或者映射到打印机里面啊 或者映射到我们的串口里面啊 都是可以的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主要就是让我们这个 文件啊 直接映射到我们的串口里面 因此呢 我们直接把这个fputc进行一个改写 那么我们对它进行改写以后呢 我们必须还要加一个选项 我们也需要加入这个 usemicleave 使用微酷 我们加入这个选项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对我们这个fputc 做一个改写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其实改写的内容很简单 我们先做了一个数据转换 把这个int型呢 转换成了一个 一个byte型 也就是一个无符号的一个整形 并且是八位的 八位的无符号整形 也就是一个byte 然后呢 我们就调用了我们这个 ahlurttransmit这个函数 并且呢 我们第一个参数呢 传对就是我们的串口1的相关的一些信息的一个句名 然后呢 把这个字节 通过串口1 做了一个发送 好 这个函数呢 它的一些输入参数呢 大家下来呢 自己来看一下 我们就调用了这个函数 改写的这个fputc 从而呢 我们就实现了我们这个printf的一个改写啊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我们这个printf里面呢 实现我们这个串口1输出数据的一个打印 好 我们这个对于串口的这个发送的这个代码的编程呢 就到这儿 我们具体的演示呢 会再给大家讲解 讲了我们这个串口接收 编程以后呢一起给大家进行一个演示 好 今天这个小集先到这儿 谢谢大家